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現在繼續同大家更新疫情之下, 博企員工上班的自費核酸檢測有什麼最新的消息? 根據現在最新的報導, 博彩監察局跟六個博企就妥善安排博彩員工的核酸檢測工作開了個會, 六間博企都表示會全力配合特區政府的防疫政策, 就將在博企裏面的自費檢測站為博彩業員工提供便利, 讓員工可以選擇在博企裏面或者澳門的其他自費核酸檢測站進行核檢, 而費用由博企支付或者員工自己給了先, 拿單單交給公司報銷, 而這個礦元檢測包和N95、KN95等口罩的物資充足, 就會發放給員工使用。 即是說現在大家在博企裏面做事的話, 相對地不用太擔心你的核酸檢測費用, 因為你去回博企裏面自己的地方用回服務都可以, 再不是你就是自己做完拿回單單和它報銷也是可以的, 這點其實我覺得都是幾好的, 起碼你在博企裏面做就不用自己電錢出來先的, 如果不是每個月自己電了錢出來先都是麻煩的, 你等它報銷又不知等多久的。 而另外金沙方面, 他又說因應澳門現在最新疫情發展, 將會全力配合政府指引和防疫抗疫措施, 他又說會保障員工安全和繼續維持有限度營運。 公司所有部門只安排必要員工回工作場所, 其他員工便會遵從政府指引在家中, 減少外出風險。 對於需要上班的員工, 他說他們部門會盡量安排員工錯風上下班和呼籲用個人交通工具。 其實照現在這樣看, 你說博企已經是要核酸才可以入賭場, 再加上員工亦都要每日做自我抗原, 還有核酸和帶一個比較高規格的口罩上班。 在現在沒什麼賭收的情況之下, 博企握這條數應該都幾金的, 如果疫情再不快點完結, 即是這一波疫情還不快點緩和它先的話, 對這些博企的現金流來說, 可以講得上是說上加上的, 因為他們在年尾要頭排的時候, 是每一間都要有50億的資本額在這裏, 才可以去投這個標的。 如果這個疫情是這樣搞多個多月, 或是他們每日所花的錢又會多了, 加上又無生意, 可能亦都要再次問母公司攤大手班拿錢的。 好了,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邊留個言,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